中間這座電塔就這樣 狠躺在山坡上 台電合一的二號機 在這次暴雨中也成了受災戶 實際走訪現場只見台電人員 趁著北部雨池靜緩 忙著評估搶修 目前總共有六座電塔在運作 合一廠的一號以及合二廠 跟合三廠的一號都還躺在 圓南會等待工程申請 但現在又遇到了合一廠二號掛點 只剩下合三廠的二號可以運作 看看佔比供電只有3.2% 創下十年來新低 眼看才剛進入夏季用電高峰 不到三天就出現了電塔倒塌 這場暴雨帶來的災害真的不容小區 記者綜合報導